只有我右边脸带有个酒窝 只有我总是被蚊子咬 只有我会倒立行走 这些都是只属于我的小幸运 今天小易将带着宝贝一起认识一下这个洋洋小朋友 我有一个小酒窝 日 僧慧都 文 日 珊珊家乃代 图 袁秀敏 义 我有两个兄弟姐妹 一个哥哥 一个妹妹 我们兄妹三人中只有我 右边脸蛋上有个酒窝 这事只属于我的小幸运 羊羊的哥哥说 是啊 弟弟羊羊真的有个酒窝 一笑就露出来 一发火就不见了 我有四个家人 爸爸 妈妈 哥哥 妹妹 一家五口人中 只有我 总是被蚊子咬 这是只属于我的小烦恼 宝贝 你有什么只属于你的小烦恼吗 妈妈说 嗯 羊羊真的很容易被蚊子咬 夏季的时候被咬了五个包 在海边游泳的时候被咬了七个包 晚上露营的时候被咬了十三个包 我有六个好朋友 四个女孩 两个男孩 我们七人中 只有我会倒立行走 这是只属于我的小本领 宝贝 只属于你的小本领是什么呢 羊羊的好朋友说 羊羊倒立行走最厉害啦 就像用脚走路一样 嗖嗖嗖 走得飞快 能向后走 能横着走 想走到哪儿 就走到哪儿 有时候 也会摔跟头 我有二十四个同学 其中和我要好的有六个 关系一般的有十六个 不太合得来的有两个 全班二十五个人中 只有我没有明星的签名 这是只属于我的小遗憾 宝贝 只属于你的小遗憾 是什么呢 羊羊的同学说 我有个亲戚 是不出名的歌手 他给我们全班同学都签了名 但是 羊羊那天没来上学 真是太遗憾了 顺便说一下 我还有个不出名的 女演员的签名哟 我们学校有四百五十二个学生 一年级有六十九人 二年级有七十五人 三年级有七十二人 四年级有七十九人 五年级有七十六人 六年级有八十一人 四百五十二个学生里 只有我在运动会闭幕式上 因为贫血晕倒了 这是只属于我的球室 宝贝 你有什么只属于你的球室呢 校长说 不对不对 出丑的应该是我 我的发言太长了 虽然 早就有人提醒过我 可是 孩子们的激烈比赛 太让人兴奋了 不知不觉 话就越说越多了 在我们这里上 有多得数不清的人 蛋糕店的店员 超市的阿姨 有店员 小乡的妈妈 在许许多多的人里面 只有我不被邻居家的皮皮咬 这是只属于我的小奇迹 宝贝 只属于你的小奇迹 是什么呢 邻居阿姨说 是啊是啊 皮皮是一只熊巴巴 性情古怪 一点也不温顺的小狗 和邻居家的羊羊 却很亲近 是因为羊羊 经常为它吃点心吧 世界上有好多好多人 但是兄弟姐妹中 只有一个人有酒窝 家里只有一个人总被蚊子咬 好朋友中 只有一个人会倒立行走 班里 只有一个人没有明星签名 学校里 只有一个人披血晕倒 镇上 只有一个人不被邻居家的小狗咬 那个人就是我 多么了不起呀 等一下 可是 会不会 在这个大大的地球上 某个角落里 有一个人 嗨 我是印度人 我叫羊羊 兄弟姐妹中 只有我有酒窝 全家人 只有我总被蚊子咬 好朋友中 只有我会倒立行走 班里 只有我没有明星的签名 学校里 只有我 停血晕倒啦 镇上 只有我不被邻居家的皮皮咬 全印度 只有我 只有我 讨厌咖喱饭 哦 印度的羊羊 和我们的羊羊 真的一样吗 太可惜啦 嗡嗡嗡嗡 嘿嘿 我们的羊羊 可是很喜欢吃咖喱饭的哟 看来 印度的羊羊 和我们的羊羊 也是不一样的 清晨 太阳从城市的一边升起 傍晚 又从城市的另一边落下 我睁开眼睛 吃早饭 刷牙 做各种各样的事 吃晚饭 刷牙 闭上眼睛 进入梦乡 今天 也找一找 只属于自己的东西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这就是自己 区别于他人的个性和特点 是非常宝贵的 认可自己 喜欢自己 你眼中的世界 也会更加美好哦 每天 我会给你们带来 精心挑选的故事 不想错过 更多有趣故事 可以 订阅我哦